哈喽,在视频前里,大家好,我是军松,欢迎来到90后房产Jazz Property 今天很感谢我的伙伴,今天特地抽空来给我讲解 然后呢,给我参观这边的屋子,好让我给你们介绍这边的屋子 今天呢,我来到哪里给你们介绍这边的地产呢? 我来到的是整个新山最出名,最著名的 富丽公主湾,R&F富丽公主湾 OK,如同你们视频中看到的,我的背景这一边呢,就是 无人Custom,新楼关卡,我们所谓的CIQ 我们是最靠近于新加坡的一个公寓 而且呢,是free or永久地气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啊等等啊,这边是最靠近于新加坡的 而且呢,又是永久地气,是蛮多人寻找的啦 无论租啊,还是买啊,都会有一定的询问,一定的需求 只要你这边有公寓要出租,你给我,我保证让你出租 而且拿到很好的一个价钱啊,OK 所以今天我废话也不多讲 我们一起进去看看它这边的环境,然后呢,我给你好好的解释啦 你看,有火车啊 OK,现在录你们演言的是它的Face 2 它的目前在建筑的Face 2 Face 2目前呢,是在建筑大概是2024年的年中啦 因为MCO的关系它有delay 不然的话,它原预定是2023年的年底就会完工啦 然后这个旁边呢,就是它的歌剧场 它是整个新山唯一一个在公寓里面设有一个国际的歌剧场 所以到时候如果有国际性的表演,都会在这边举行啦 然后旁边这一边呢,就是它的英环剧院 Face 1的话是已经有的,然后呢,它也是在Facebook有自己做一个自己的剧院啦,在上面 然后今天呢,我是来到这边的Sales Gallery 我拍了它的四方屋,给你们讲解这里的屋子,它的款式等等的过后 我们再去看HL Unit 我们再去看它的Face 1 Face 1的话在它的旁边是已经建好了的,是有线房的 但是目前的话它的Unit不多间,大概只剩一个5%左右罢了 二房三房我都有,你可以看一下啊,这是它的一个周围的一个环境 这边呢,你讲喧闹的话是还好的,它是没有讲一定的喧闹 只是呢,它的隔音的那个设备,它用的料哦,全部是大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料啦 你们可以看看哈 OK,由于刚刚是有顾客在参观啦,所以呢,我等它走了,我再给你们诉说啦 OK,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一边,这是它的一个蓝图,它这边总全部的发展啦 这边总共呢,是用了116个ICLAG去建成了这些发展啦 目前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Blog的,这是它的公寓 这是Face 3 还没有建的 Face 2 目前在建着,在2023年 本来是2023年底就会拿钥匙了啦 这是MCO 的关系,可能会拖到2020年的年中,它拿钥匙 然后呢,这一边是它的Face 1 Face 1 的话是已经是CCC,已经建好了的,是有现成房的 但是目前剩下不多单位罢了啦 然后呢,这边你可以看到它的周围一个发展 它这边呢,都是靠近海有游艇,而且呢,是有割剧场的 这边呢,还有这边,是它的未来的一个 Lewsert for 未来的 那个Development 所以这里你可以看得到,它每一个 每一个Tower 我们讲这整座啦 这个Face 1 的整座呢 是总共有3000多个单位 跟Face 2 是差不多的 是差不多的 而且呢,这一边它的户型啊 是高达12种户型 12种户型,一房二房三房都有啊 都有的,只要是你们要买的都可以 OK,而且这一边的话,几乎是全户型 都是外国人可以买的,外国人都是可以买的 无论你是新加坡人还是中国人,都是可以买的 是没有问题的 你们从这个蓝图看得到,就是这边是它的 无人关卡 然后呢,这边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对接咯 我们的对接的桥 然后这边是最靠近于新加坡这一边的 最靠近于新加坡关卡这一边的公寓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永久地气 OK,我们也废话不多讲,我们先去看公寓 OK,现在我们来到楼上 我先带你们来看这边的示范屋 因为这一边的户型太多了啦 我这边给你推荐就是最普遍的一个户型 就是两帆两侧 但是呢,这一边它的示范屋呢,是两帆一侧 OK,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整个 show house 的一个状态啦 然后它这一边它用的料啦,都是大料来的 Mosex我们不说,我们说它的那种 sliding door 等等它的窗户啊,全部是隔音 而且呢,是做白杠的一个玻璃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厨房 厨房这一边的话,你可以看到它的空间是一定是有的啦 是有一定的空间啦 然后它后面呢,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backyard 这一边呢,给你们很好的去发那些洗衣机等等啦 然后这一边是它的厨房的大小咯 是足够是给两个人行走的,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整个condition是蛮 nice的啦 这一边厨房我给你们看完了 我们来看一下客厅跟它的dining area 你可以看到它的用餐区跟它的客厅区 它是分开来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啦 它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所以这款无论你要自住还是要投资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边发展上它自己有 他们有grr 就是guarantee render return 就是保证你的屋子有租 住的出去 而且呢,给你一个蛮好的一个% 是给到你一个6%的一个grr 你可以看到它的厕所 它的二房 还有它的主人房 你看到它的整个格局的大小啦 是很足够于你们居住的啦 如果呢,你是家里可能一家三口 可能一家四口跟四口左右啦 是很适合居住的这个大小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你可以看 这一边的话是有蛮多 真的是蛮多需求啦 for这一边的人 都在找着这一带的一个屋子居住 为什么? 因为就是很靠近 很靠近于Custom 而且这边有特别的通道通向于 我们的新楼关卡 Custom CIQ 那一边 是他们特别掏钱出来 去建设的通道 所以这一边你可以看到它的Balconi 这一边它的Balconi 的宽跟长都是有的 我这样算的话,长的话大概是一个5尺 然后宽的话大概是来到一个8到10尺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是蛮辽阔的 假如你的家是面向海景的话 你不妨可以在这边坐着 然后欣赏海景 然后喝个茶都没有问题的 它外面这边也是可以给你 停泛你的游艇等等 所以整个示范屋的情况都是这样 走 我们一起去看实际单位 好 画里胡哨的我们不说啦 我们直接进去看实际单位 好 这就是刚刚给你们看的那个两帆 只是那个称号是两帆一侧 这是两帆两侧的格局 跟它的实际情况 这是以它的交房标准来做的一个物质 一样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厨房这一边 厨房这边基本上跟刚刚的 是没有很大的差别啦 你们也是可以看得到 地砖跟壁砖都是用大料 而且都是一个豪华的配备啦 然后它的上下的那个厨柜都是做好的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一样会有一个小Balconi 然后后面的话是可以放洗衣机的一个大小啦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一边呢厨房也是给你们介绍完的 我再给你们拍多一次 拍多一次它的整个情况 上面的灯啊等等都是已经做好了的 你可以看得到抽风机啊 然后呢这边的那个煤气炉都是有的 然后这一边就是前面的那个鞋柜 这边回到家呢这边可以放手机 然后呢可以放你的鞋等等都是做好了的 都是built in 的 都是已经是内置的 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客厅的大小 这边客厅的话可能前面呢它这边就已经有block了的 然后呢这个电视机的那种柜子都可以放这边 然后呢这边放一个沙发 然后呢这边呢前面这一边可以放你的餐厅桌子都行啦 只是也不要放太大啦 OK 如果呢放长方形的话沙发是OK的 没问题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地砖跟它的那个壁砖哦 都是用到大料的啊 都是用到大料级别的啊 OK 然后我们这边我们去到它的旁边的房间 刚刚可能跟刚刚的格局有点差别 因为呢刚刚那个是showhouse的一个 那个是for释放UBA了 这是实际单位 它有12种互星啊 它一共有12种互星啊 所以呢它的价钱当然也是很多种啊 目前呢这是已经交房的Face 1 然后呢Face 2就在我们的旁边还在见着啦 OK 这个是它的主人房 这是它的主人房 所以呢这边一样如果你放一个船架的话 这边的衣柜已经为你做好的 然后对面呢也是可以放电视机 然后呢电视柜都是放得下的 都是OK的 这个空间是足够的 然后我来到它的浴室 浴室这边呢一样哇 你看这边有来到一个酒店的感觉 哇 这个至少蛮有四星级 OK 你看到它这一边它的洗手盆 旁边的马桶 还有甚至是它对面的一个淋浴间 都是为你量身定做做好了的 OK 你可以看到它的B砖地砖啊 甚至是它的这个干湿分离的一个玻璃 都做好给你了的 OK 所以这边我来到这边给你们拍拍看看它的一个格局 和一个大小 哦 讲的是一个蛮豪华等级的一个公寓 OK 这是主人房的一个格局 我也是给你们讲完了 我们要去到二房给你们看一下它的格局 二房这一边就会相对于略小了一些些啦 它这个是属于一个小小四房型的一个格局 然后呢这一间的view呢 你们也可以看得到啦 前面呢就是新楼关卡 就是CIQ Custom 对面就是新加坡了 可以讲我们这一边是很相似于深圳和香港的两边的处境 之前也是这样 深圳这边 香港这边会比较贵 然后深圳来买香港的屋子 现在反而是对立的关系 OK 你可以看一下 空调 然后呢 它这整间它的wiring也是拉好了的 所以呢你看它整间的格局 是几乎是ok的 没有问题的 都是放得下Quincess等等的那个船 然后这边出来的左手边呢 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它的另外一间的那个厕所 ok 你看它厕所这一边也是跟旁边的主人房差不多一样的大小啦 都是足够于我们使用的 没有问题的 一样地庄跟地庄都是豪华的标配 然后呢这边我这样看是用一个大理石来做吧 整间就是很豪华的感觉哦 ok 所以这边也是给你们介绍完了 我这边我去到它的baconi ok这一边呢这是它的那个空调啦 都是有配给你的 都是配给你的 你看啊 你们听得到那个差别的 这是它的阳台 然后这是Face 2 我们目前在Face 1 已经建好了现成翻 所以你看一下它的整个view 然后你听一下它的声音啊 OK 我现在我进去 我把这个门一关 你有感觉到吗 整个声音是完全隔开的 是完全隔开 我背面完全是听不到的 而且呢它是有加厚板的一个白杆的玻璃 ok 听起来已经够力 ok 整间的情况我也是给你们看完了 我这边我在梳理整个详情给你们知道啦 ok 这里也是给你们介绍好show house 因为这边的户型实在太多了 是高达12种户型 所以那只可以介绍 给你们介绍一间就是二帆二侧 然后呢是比较popular的一个户型 所以这边呢我也是给你们做一个总结 然后呢梳理整个详情 你看我连书本都带来 为什么 因为它的详情实在太多了 我要给你们好好的梳理 这一边呢是R&F 富丽公主湾 然后呢它的地点就位于乌人关卡的前面 这边呢有三个最重要的重点 第一个呢就是很靠近关卡 第二个呢它这边是永久地气 FREE HOLE 这边是FREE HOLE 不是DIS HOLE 不是99年来 第三个就是它这边未来的价值 因为这边我们前面就是有RTS 因为这边我也拍不到给你们看 你们可以看到我的之前的 有拍过关于RTS的讲解 这边是很靠近于RTS 所以这一边RTS一旦建成的话 来回的人口当然会更多 会更多人来回我们这边马来西亚 所以这一边呢相反 会有很多人进来 不包括之前是比较多就是新马工作者 但是未来的话 可能会更多的就是可能新国的公民 来我们这边买屋子等等 然后呢它这一边呢 一共是有FEST ONE还有FEST TWO 第一期和第二期 第一期的话目前只剩一个5%左右的BANACE UNIT 它是现成房 它这边是已经建好了 然后只剩一个5% 二房跟三房比较多 然后呢它那一边 整个FEST ONE的话是有3000多个单位 然后那一边的话是20 他这一边的话是2018年就已经建好了 2018年就已经建好了 然后呢那一边是用了12.6%去建的 然后那一边我们先讲FEST ONE的价钱 我们讲FEST ONE的价钱 第一期的价钱怎样跑 第一期下的价钱两房两侧 只卖你799千 799千 然后呢是846SQF 当然CASH BUYER有Additional Rebath 有Additional Rebath 然后三房两侧的话是833千 然后它的SQF的话是1052SQF 1052SQF 一样这些是LON BUYER的价格 当然如果你是CASH BUYER的话 有Additional Rebath 这是For FEST ONE的一个价格 然后FEST TWO的话 这边我也是给你们说 FEST TWO的话两房两侧 他这一边是只卖你869千起 一样也是LON BUYER的价钱 然后呢SQF的话是798SQF 然后三房两侧的话是1.16M 1.16M 然后呢SQF是1176SQF起 一样它这一边全部是LON BUYER的价钱 如果CASH BUYER的话 有额外的回扣的 这边呢无论你是新加坡人 还是中国人 都是可以买没有问题的 用酒地去 然后呢FEST TWO的话 目前还在监测 是在2024年的年中左右 就可以拿钥匙了 然后呢它这一边 一层的话大概是7-9间左右 是蛮低密度的啦 OK 一样如果在视频前的你 对这边的公寓有兴趣 你可以与我绝对联系 甚至是呢我们先下来邀约 来这边看房 都没有问题的 新年造接单 新年造接单 OK 假如你有朋友啊 还是你有同事 想找靠近这边的公寓 你可以把我的这个链接 直接发给他们来 甚至是呢你有这边的公寓要出租 你可以交到我的手上 我帮你们以最好的价钱 以最快的速度出租出去 无论你要欣赏 你要找着买 卖还是租 都可以有许的联系 我是军松 一个认真为你介绍屋子的男人 OK 今天的分享视频到这边 谢谢你们观看 我们下次见 拜拜